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8月30号发出了一个通告来讲 习近平真的已经迫不及待了 而迫不及待之下 中共中央正式的宣布 10月16号 中共中央20大即将举行 而目前的预估来讲 习近平会达到他一直想要的第三次登基 然后打破中国中央邓小平的主训 可能有了第三任 所以一个终身领导制 这种类地制的形态会即将诞生 而在这个情况之下 为什么会要觉得非常担忧呢 是第一个情况 过去像这个什么20大19大 中共的这个所谓的这种几十大 决定未来领导人这样的一个状况呢 通常是10月底或者11月初 而习近平在北戴河之后 迫不及待的就提前到前面 第一个代表着他现在认为他还足以掌握一切 所以怕夜长梦多 那第二个是虽然有人看到说李克强可能要反扑 李克强想要看他对抗 可是以中共中央这个明快的定下来 代表着李克强最后顶多 是因为他比习近平小半岁 也许还留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但是他的权力即将会移掉 而移掉之后李克强最后的下场 顶多不是裸退 就是到了全国人大 但是全国人大说实话 那就跟相片印章 根本是空的 然后再过来呢 那谁能接李克强呢 目前来看的呢 有所谓的汪洋 有所谓的胡春华 这些人物说实话 他们的分量和资力 还有整个实质的历练 都不足 看李克强相比 跟朱隆基 跟温家宝 可是远扎一节 所以很可以看出来 他们都只是 将来习近平的一个执行的跑腿的 所以习近平掌握一切 这个大事是定的 但是习近平掌握一切大事之后 我们知道说 任何一个终身领导制 这种类地制 一定要创造神话 但是习近平能够拿出什么神话 告诉中国人民 他真的就是奉天成韵 所以得到了这个位置呢 很难 首先他们的疫情 他的一个动态清零 搞到现在 还是压不下来 现在三十几个行政区里面 有三十一个地方 还是继续有疫情 甚至为了十月十六号 北京周边的四百万人 竟然发明了一个叫做护城和安保 在北京周边的话 要么不是静默管理 就是所有的交通都封住 除了医疗和医院之外 商事不减半 喜事不缓办 红事就是这些事情就缓办 然后这个情况之下 限制人民的生活 不准出动 或是48小时或72小时 继续做核酸检验 所以疫情还是控制不住 而整个鱼米之江 从长江流域一直到青藏高原 那个是九河发源地 发生了缺水 所以三峡大坝 这种的帐木水电站 都发不出电来了 电都不够了 所以只有缺电 然后整个这两三年 习近平强势的管控 监控之下 美商和欧商 50%以上都觉得 应该离开中国了 然后这几年 1100万中国新生的留学生 新生的毕业生 专校高校毕业生 工作失业率越来越高 彭博社有报道 一个在北京毕业的 优等的知优生 毕业后300天才能找到工作 整个社会动荡不安 而这动荡不厚 习近平怎么去做事情 怎么找到一个方向 为他的新的登基 做一个表现呢 这个时候有一个人 其实看得很清楚 那个人叫做拜登 拜登在8月25号 在整个美国的民主党 全国委员会的时候 美国的媒体报道 拜登讲了一段 让很多人觉得 心情沉重的一句话 拜登是说 目前全世界 其实是拜登 最有资格去分析习近平 为什么呢 因为在全世界 目前的所有领导人里面 只有拜登 是跟习近平 在过去12年内 有78小时 足足加起来 78小时 面对面 至少亲自谈过话 亲自观察过他 然后拜登讲说 他的结论是 他认为 习近平和整个中国 对于中国未来 要走向哪里 充满了高度的不确定 拜登说 习近平不知道 中国未来 该往哪里走 那要就算找个方向 要如何走下去 习近平都没有知道 都没有答案 那没有知道 没有答案之下呢 怎么办 整个中国人 也是在这个情况之下 因为他们又没办法 去制衡习近平 甚至建言习近平 所以整个中国和习近平 都是一个高度不确定 可是这个高度不确定之下 开始你会看到 日本 欧洲 美国 都非常担心一件事情 因为 这个时候就是 最容易的解决 对于这种极权政策 战争 就是和平 所以日经新闻就分析了 习近平在10月16号之后 亚太地区 有六个地方 都会成为未来 世界上热战的核心 第一个地方 当然就是台湾海峡 因为台湾海峡 拿下台湾 或是威胁台湾 变成是习近平 在未来五年之内 交出说 他之所以得以 该应该连任 应该可以终身领导的攻击 对台海这边的情势 真的会越来越紧张 因为在这种情况之下 不是那些专家 战略专家 用理性分析 一个侵略者 如果完全有理性 普京就不会入侵乌克兰 用台湾准备好了吗 这才是我们要去注意的事情 而在这个情况里面 你就会发现 美国比台湾更关切 所以我们其实要去质问 我们的三军统帅 我们的参谋本部 你们除了 喊喊抗东保台之外 你们有像美国一样 做好准备吗 为什么要特别讲美国呢 我们知道说 这几天上个礼拜 大家会觉得 很受不了的是 金门被中国的无人机 不断地骚扰 不断地骚扰之后 我们没有作为 我们只能让阿兵哥 拿石头去打无人机 多丢脸啊 干脆向整个乌克兰的老太太 拿个烟花罐罐好不好 我们是怎么这样处理 我们中科院 2019年就已经有 电脑 电池的干扰 让无人机直接掉下来 我们有六指欧的无人机 可以直接上去捕捉 这个无人机 让它不再骚扰 甚至于我们还有一千多台 民间厂商的无人机 都已经到乌克兰那边去 协助乌克兰反弹侵略 我们的军方 我们的阿兵哥 我们的士官兵 竟然只能丢石头 或丢信号弹 这真的让大家觉得 首途有责 真的很丢脸 而且更丢脸的是什么 8月29号 美国的国安会顾问科比 在媒体询问到这件事情的时候 他的说法是说 关于共机无人机 是不是跟所谓的共机共建 不断的骚扰 创造灰色地带 改变台海复兴的新现状 他还没看到完整的报告 但是美国是不能接受的 只有他讲了这句话之后 8月30号 我们的三军统帅 我们的国防部 才终于下令开了第一枪 不是很丢脸吗 无人机骚扰 比如说 以色列在今年的3月8号 直接的公布了 F-35他们早就取得了 而他们的F-35 和国土有责 熟土有责 大炮打下令 我都要做给你看 他们是说 他们的F-35取得之后 第一次出战 是伊朗从一个 整个以色列的西部和西南 透过外面的绕进来 两架无人机 以色列就是出动了F-35 最顶尖的飞机 把你给打下来 公告周私 我是寸土不让 而伊朗呢 也曾经掳获三架 美国的无人机 公开的展览 美国也不敢讲话 因为你真的就是 侵犯领空了嘛 所以如果连伊朗 以色列都做到这种事情 我们到了30号 美国讲话之后 你会觉得 真的很担心 我们除了抗中跑台 天天嘴巴讲得很硬 有做准备吗 然后另外一个状况 就算准备的时候 你只是随便嚷嚷 还是有像美国一样 那么的去务实的思考 为什么要讲这件事 因为就在整个8月4号 到8月7号这件时间 我们知道 整个共军 又在台湾 做成了11次飞弹的试射 而且呢 战机战舰 不断的侵扰 最重要的是 习近平真的 有可能要打台湾 是他的人事安排 在8月20几号的时候 正式公布了 他的一个东部战区 海新西联 叫做王仲才 而王仲才上一个工作 是海警团的海警局局长 也就是到时候 他们的大量的海警团 跟着海军会结合在一起 持续地吐过台湾海峡 进行骚扰 再过来呢 其实中共东部战区 海军的副司令 他叫做王红礼 而王红礼从军三十几年 就是专门帮中共 做潜水艇 他是潜水艇系统出身的 而共军有三十几 六十几辆的潜水艇 如果这个时候 又以海军 潜水艇为主力 所以除了我们上面看到的 无人机 战机 战舰之外 水底下的潜水艇 封锁我们的基隆港 高雄港 做营 那我们台湾 没有物资 没有人员 怎么去处理 我们有做准备吗 而他们的整个 东部战区 新的一个政委 叫做梅文 而梅文就是 辽宁号的政委 直接升过来 所以习近平想打台湾 想都准备都很多了 而在这次军演的时候 就让美国看到了一个 切香肠的方式 他的战舰万顿大驱 过了台海中线 开始逼近离我们的24海里 那我们当然也用我们的既得舰 成功级 什么的船 去跟他做对峙 可是这是切香肠 这个就叫做灰色地带 慢慢的去破坏 如果他越过台海中线 到了24海里 万顿大驱 他们的洞54洞55 都万顿以上 我们最大的既得舰 只有4000多顿 现在是不祥出事 所以在那边对峙 但是如果这个模式 而且他们的战舰 我们的船舰只有2、30艘 他们的战舰有300到400艘 这一次是24海里 下次18海里 下次12海里 在那条线上里面 我们是不是就变成台湾海峡 真的就已经 不再是我们畅行无阻了呢 这个时候我们该怎么办 所以我们这时候就只有一些人会想说 台湾赶快买军舰 台湾赶快做一些大船 开玩笑 如果我们有这么好的能力 立刻可以做一些大船的人力 台湾的工业能力 台湾的工业水准 台湾虽然是游艇王国 但是游艇那种小小的 游艇是玻璃纤维 跟这战舰还有里面的战管系统不一样 我们现在正在努力的做潜水艇 你该怎么办 你们有没有看到 我们天天讲抗中保台的 三军参谋本部 那一些天天所谓的 挺民进党政府的战略专家 只会说 我们赶快去买一点军舰 我们赶快去做军舰 开玩笑 军舰这么好做 那也不会是全世界海权是国力的象征 这样一个事情 而这个时候你就看到 美国怎么样了 拜登上来之后 给了我们几次军售 大家都觉得拜登很小气 就是一些几亿元 然后什么系统提升 信头整合 突然之间 在8月20几号的时候 白宫主动的说 会卖给我们11亿美元 而且是实质的武器 这武器里面有什么呢 60枚的空队舰鱼插飞弹 100枚 响尾蛇飞扇 AIM-9S BLOCK-2 100枚 你这个中心你就看到说 美国对于 怎么让台湾面对困难 五角道下 思考的 竟然比我们那些 天天嘴巴讲抗中保台 该负责的人 还清楚 为什么是这样子呢 刚刚就讲了 他们有的是万顿大区 而万顿大区 那些不断的逼 我们现在又不可能 立刻就有 它是8000吨 我们就有4000吨 它是1万吨 我们也就4000吨 而且这4000吨以上的船 只有四五艘 我们怎么去对抗 所以呢 它就给你了 全世界目前就 我们台湾 是拥有 可以从F-16上 直接发射空对舰 的鱼叉反舰飞弹 给我们60枚是什么 加上我们先前就有几十枚 意思就是 我们其实立刻做 重征海军是不行 但是只要它真的从12海里 在越线离步的时候 我们不是靠海军去处理 怎么守处有责 F-16一上来 一颗 直接把你打掉 这才叫做保卫台湾 而我们从这次的一个状况里面 也会看到 贡舰来的时候 它还有歼10 歼16 歼11 一路的半飞 而这半飞里面呢 我们的战机 虽然有数百招 他们这个二代战机 六七百招 可是你真的要去 像这纏斗 我们还是受损 所以怎么办呢 AIM-9S Block 2 是美军现在 正在服役中 最主要的空战器 它是称为是 史上到目前最强的 空对空短绳飞弹 而这里面呢 它Block 1 实战经验 就是2015年 土耳其就是用AIM-9S 直接把整个 苏联俄罗斯 入侵土耳其 领空17秒 苏凯20 是给击落 它的特性在哪里 它的特性是 它打出去之后 叫做360度的全防卫 我们知道过去的时候 战机对战机 我打的时候 我飞弹这边呢 我要调整机的位置 对整指数 使飞弹打出去 但是AIM-9SBlock 2呢 它做的准备是 它是先打出去之后 再透过 APG83F-16V 上面的雷达导引 转向 而且可以快速的转90度 立刻的攻击目标 所以甚至于战机 不用去铺路 它的攻击戏图 飞弹打出去之后 绝对转弯 所以你在侧方或后方 都可以去打 美国就立刻给我们做了 这些准备 接下来的 在整个状况之后 出动了两架 提康罗加 这个战斗 神盾级群洋舰 通过台湾海峡 我们知道说 美国最近已经 出动了很多的船舰 通过台湾海峡 可是差别在于 伯克级是驱逐舰 是先驱 而美国在 航空母舰的 战斗群编队里面 提康罗加 叫做护卫舰 它上面是有比 伯克级更多 直接垂直发射的 防空飞弹 和各式飞弹 它是平常是 在保护航空母舰的 所以是航空母舰 护卫舰 一次出动 两艘提康罗加 直接穿越台海 跟过去的时候 是伯克级 或者带着海警船 那已经不是 宣誓意义 而是说有一天 他如果护卫舰 都会听过台海 航空母舰 也会通过台海 所以美国 其实在做这些军售 拜登在做这些状况的时候 就是因为他知道 习近平不知道 他的未来会做什么 但是不知道之后 就一定要做什么 所以拜登 把我们想了很多 做了很多的准备 而这个情况之下 迈给我们 主动的 给我们这些武器 给我们这些训练 但是我们要问了 如果连美国 都在帮我们考虑 连美国都在帮我们交集 但是我们的政府呢 难道连一个无人机 你都不敢打下来 难道面对这些状况的时候 你只会扯一些嘴皮 什么赶快做金券 赶快做这些 把它当成是选举上 打击对手的提款机 你真的能够保卫台湾吗 我真的在这边讲说 现在台湾的局面 不是像我们想象的 这么的平稳 美国会是保卫我们 但是我们真的有 像乌克兰一样 决心保卫自己 而且真的有那种 天天在思考 如果习近平发狂 我们应该怎么办 的这样的中央的国安团队吗 因为我们的国安局长 最近忙着他的论文 所以我们真的有点担心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